北开是在什么样的花园里面 哇呀哇呀哇 非常棒 那我看看 这一次黄老师没有请别人来唱歌 喜欢我的视频 就快点订阅啦 因哇呀哇爆火 老师身陷六大传闻是网爆吗 真相究竟如何 最近 一首洗脑的儿歌 哇呀哇在网上火了起来 这首歌由武汉一位又叫老师 黄老师演唱 他的抖音账号也因此获得了近六百万粉丝 点赞量超过两千万 不过 随着人气的上升 黄老师也面临了各种质疑和传言 他是不是职业网红 他有没有辞职 他有没有教师资格证 他唱这首歌有没有侵权 他有没有受到网爆 这些问题中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问题一 走红前就是签约网红 有人说 黄老师走红前就已经是国内知名 MCM公司无忧传媒的签约主播 该公司拥有十多万达人 刘更红就是其中之一 答案 这个说法是假的 无忧传媒对此进行了访认 黄老师所在的幼儿园也证实他并非职业网红 而是一名正常教学的音乐老师 问题二 已辞职直播带货 有人说 黄老师走红后已经从幼儿园辞职 开始了多场直播带货活动 答案 这个说法不是假的 黄老师和幼儿园都否认了辞职的消息 也没有和其他机构签约 但是直播带货是真的 每场直播都有十万家的观看人数 问题三 一场直播打赏两百多万 有人说 黄老师在直播时不仅带货还收取打赏 一场就收入两百多万 答案 这个说法暂时无法证实 黄老师对此没有直接回应 而幼儿园表示因为是私立性质 不能干涉个人行为 问题四 没有教师资格证 有媒体引用知情人士的话说 黄老师没有教师资格证 只有某培训机构的登记证书 是学校招聘的特色课老师 只负责音乐课 虽然是签了合同的正式工 但社保是自己在外地缴纳 答案 这个说法不分属实 黄老师确实是签了合同的正式工 但社保是自己在外地缴纳 他没有教师资格证 只有奥尔夫培训机构的登记证书 所以他只是学校招聘的特色课老师 并不是有师 他已经工作四年了 并不是某网红孵化机构的专业网红 由于舆论压力过大 黄老师担心人身安全问题 以请假回家躲避 问题五 遭遇网爆 5月6日 挖牙挖这首歌引发了网友们的激烈讨论 有人对黄老师和其他几位演唱这首歌的幼教老师 进行了比较 拉财 甚至网爆 导致多位老师感受到了很大压力 答案 这个说法是真的 据澎湃新闻报道 黄老师和其他几位幼教老师都表示 因为这首歌而受到了一些不友好的评论和攻击 有人质疑他们的原创性 可爱度 教学水平 让他们感到很难受 问题六 直播间唱哇哑哇涉嫌侵权 有人说 黄老师在直播间唱哇哑哇代误 并接受网友打赏 涉嫌侵犯原曲作者的著作权 答案 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 据法律专家附件律师表示 黄老师在直播间唱这首歌时 有了网友打赏的收益 所以这属于商业行为 必须征得歌曲作者的同意才行 否则就侵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 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 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作品 构成著作权侵权 因此原创作者可以要求黄老师承担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赔礼道歉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以上就是关于挖牙挖这首儿歌的一些传闻和真相 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这件事情 不要对幼教老师进行无端的攻击和诋毁 也不要盲目追捧和模仿 儿歌本来是一种纯真和快乐的表达方式 让我们一起用欣赏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他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